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可能人们没有想到他们是生命 只是把他们当成货品 然后只是把他们当成商品 这其实是一种比较残忍的做法吧 那自己其实吃素之后 接触到了更多这方面的资料和讯息 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些让你毛骨悚然 然后很悲伤 然后也会让你反思的这样一些图片啊资料等等 其实我吃素之后身心会更加平衡一些 然后也会更加关注食物本身的味道 可能之前会注意比如说调料啊 或者比较外在的东西 但是现在你更关心食物本身最基本的味道 那我非常能分辨什么食物是好的 什么是天然的 然后什么是最自然的这样的东西 而且我觉得身体会轻松很多 没有吃肉的时候比如说会犯困 或者说会经常觉得晕 然后现在其实反而更加清醒 也跟大家健康 而且其实我一直想跟大家证明 吃素也是很健康的 所以我去年去跑了半成的马拉松 然后今年准备跑一个全成的马拉松 其实很多运动员 很多很聪明很健康的人 他们都是吃素的 大家好我是黄俊鹏 我是一名纯素食者 人类之所以几千年停不下来吃肉 我觉得是还是因为吃习惯了 我之前也是一个疯狂的肉食主义者 我觉得每一顿饭如果不吃一顿肉 我觉得这顿饭没有吃 其实你看肉呢 来水煮没有什么味道 大部分其实就是你要加入花椒啊 大料这种香料 其实你吃的那个口感是香料的口感 并不是肉的口感 所以其实用豆制品 包括一些大豆的纤维 代替这个肉 然后做出来的 其实口感是一模一样的 但最重要的是 我们可以不用去伤害动物 就可以吃到这种跟肉感一样的东西 我认识很多这个纯素食的健康教练 他们就是我身边的朋友 非常壮 我吃素十年以来 我觉得我的记性越来越好了 看台词我看一眼就记住了 而且最重要的我觉得没那么昏沉 就我脑袋很轻盈 人也很愉悦 为什么 因为我摄取的食物 没那么负担 负担没那么重 甚至我出的汗都没那么臭了 那么臭男人臭男人 我现在变成乡男人 有人从根儿上搞错了一个概念 说人都没得吃 你们还管动物 看上去好像我们在管闲事似的 其实根儿上在这儿 大部分的粮食给了动物吃 人都没得吃 然后少数发达国家 富裕国家在吃这种食 你去非洲看看 他们连豆子都吃不到 别说吃肉了 如果把这些豆制品和大量的粮食 给人类吃的话 足以解决世界的饥饿问题 那也就是说肉食其实是一个 非常高消耗地球资源的一种饮食方式 我觉得弱肉强食 可能在更远古的社会 在人类跟动物啊 其他部落在争斗的时候 可能会说到弱肉强食 那我觉得现在人与人之间 国与国之间构建的 更是一种和谐和平的局面 所以我觉得弱肉强食这个词 应该已经被社会淘汰了 因为我们人类更渴望一种和谐和平 互相人类和人类之间 人类和动物之间的 更和谐和平的一种相处的方式 俄国大文豪 杜尔斯泰说过一句话特别好 他说如果人类不再有屠宰场的话 人类就不会有战争 其实就是杀戮带来了战争 它其实也是一个英国的转化吧 其实想吃素是有一些历史了 但是真正自己开始吃素是两年以前 吃素是健康的 但是如果你想保证你的身体 能够非常适应吃素 然后又不会缺少太多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话 你确实是要 吃的种类可能需要多一点 刚刚吃素的头半年 我觉得就是肠道 最明显的是肠道和皮肤的状态 比以前好了很多 对你会觉得整个皮肤是透亮的 我一开始吃素的时候 我爸爸妈妈他们都会很担心 因为在他们的概念当中 觉得你不吃用你身体肯定不行的 对他们会为我好 感觉上是要劝我 但是到现在我妈妈也跟着我一起在吃素了 我觉得就是因为他看到了我的一些好的变化 所以我觉得还挺好的 我自己其实也是因为看到了很多国外的一些纪录片 然后发自内心的觉得动物真的特别可怜 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特别是头一两年 你要想去吃素去坚持 其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如果动摇了 可以去看一看 比如说像类似于地球公民这样的片子 如果全世界的这些屠宰场的墙都是透明的 你看到了所有动物 它们从运输到进入 然后再到我们到超市里去看到的一盒一盒的肉 可能你就不会再想吃了 因为大家现在的生活都太贬离了 科技太发达了 我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 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太多 只能看到超市里一盒一盒摆放的非常精美的肉 我们不知道那个是哪里来的 我们只是看到了那个成品 但如果有一天你看到了它们所承受的那些痛苦 你可能就不会再想吃它们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